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进入 Berni Practice的4.2 Fond2 Chapter 4 4.2 它是它的速度Perdalaman的速度Perdalaman Polygon 就是Interior Angle跟Exterior Angle for Polygon Interior Angle是什么呢 里面的角度 Exterior Angle是什么 外面的角度 然后里面跟外面加上来的情况之下 会是等于180度 这个Interior跟Exterior加上来会是180度 然后在这一课里面呢 我们的Regular Polygon呢 我一直以来我教我的学生 这一课它是两大两小 然后 呃 两大两小一个变化 什么东西叫做两大两小一个变化呢 就是说你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有Interior Angle 还有Exterior Angle 然后我首先我知道 Interior Angle加Exterior Angle 这个for一Pair的情况之下 OK 它会是等于180度 然后过后呢 我的那个 Sum的话 Sum of Interior Angle的话呢 它这一个呢 会是N-2 乘百八 然后这个Exterior Angle呢 它会是等于360度 所以我们这课有两个大Concept 第一个大Concept就是 就是我的多边形的内脚盒里面加上来会是等于N-2乘百八 然后它的外脚加上来是360度 这两个东西而已 然后过后呢 两小是什么 两个小Concept就是 当我有Regular Polygon的时候 OK Polygon的时候 它一个的Interior Angle会是等于N-2乘百八 因为平分吗 除Angle咯 同样的我的这个Exterior Angle 它360度被Angle边平分 它就N除N 然后两个大Concept就是它里面加起来是N-2乘百八 360度 然后两个小Concept就是当我平分给每一个角的时候 Regular Polygon的时候出N 出N 然后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的这个跟这个换位置的时候 我拿到我的那个N等于360度 出于Exterior Angle 所以它有时候题目问你找它的那个Number of Sight for那个Regular Polygon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就是说它用N等于360度出它的Exterior Angle 然后它也可以是N等于360度 除以它的Central Angle 为什么是Central Angle呢 因为我们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我们在这边画的时候 我的360度除9等于40度啊 所以就是说我的那个Central Angle 是360度除N 然后这个这样乘上去这个除下来的时候 我的N等于360度除以Central Angle OK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它变化的其中一种啊 然后我就不去讲那个详细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 so整个呢 它就是两大两小一边画 ok 我知道Interior Angle加Exterior Angle 180度 然后我的Sum of Interior Angle 是N-2 x 180 Sum of Exterior Angle是360度 然后for regular Polygon它平分 所以它的Interior Angle是N-2 x 180 除N 然后Exterior Angle是360度 除N 然后我再把N跟Exterior Angle换位置 所以我N等于360度除以Exterior Angle 所以我N等于360度除以Central Angle 这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一个练习 它说我们知道它的N Sum of Interior Angle是N-2 x 180 所以我们知道那个Sum of Interior Angle 会是等于N-2 x 180度 所以它九个边的时候 nonagon 所以你不懂懂什么东西叫nonagon 就是N等于9的时候 你这一题就没有办法做了 所以我们的那个名称呢 呃五边形六边形七边形八边形九边形 那个你一定要把它配上来的 ok 你的那个名称你没有配的话呢 你这一个你就没有办法做了 所以这一刻除了那个两大两小之外呢 你一定要配那个名称 然后它是Pentagon 然后六边形 它是Hexagon Hexagon 然后七边形呢 它叫做Heptagon 然后八边形 它叫做Octagon 然后九边形 它叫nonagon 然后十边形 它叫做Decagon ok 然后在这一边我们 呃 要记这一个东西 Pentagon 是五边形 然后白宫 它也叫Pentagon 为什么呢 白宫的形状是五边形的 hex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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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October是八月 November是九月 December是十月 所以八九十 ok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Octagon 它是因为加多两个月 它就变成October October变成十月了 可是在数学里面呢 Oct都是八边形的 像Octagon是八边形 然后Octob Octobus 那个是八爪鱼 然后Nona Nano Nona的情况之下呢 是九 ok 然后 我们在prefix的时候 Nano 是乘十 Decardesi 这些都是 十的 ok 所以我们这一边 Pentagon hexagon Heptagon Octagon Decagon 这一些名称 你没有背的情况之下 你在这一边 像这个RegularPentagon N等于5 然后你这个你就不会了咯 然后他十一边呢 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有 刚刚的那个 他是Nona Nona 9边形 所以他是9-2 然后乘百八 然后拿到是1260 ok 然后我的这一个是十一边形 所以他这个会变成11-2 我乘百八 1620 所以这个是错的 然后这个Pentagon 5 然后我的这一边就有5-2 乘百八 540 那 所以这个 sum of exterior 他要的是exterior 他要的是exterior exterior angle是360度 任何的sum of exterior 都是360度 ok 就是我的sum of exterior angle 会是等于360度 ok n-2 乘百八 然后360度 这一个是两个大concept 这一刻里面的两个大concept是这样 然后你就会问哦 老师 那一个m-2 乘百八 是怎样来的 ok 然后 呃 我们在这一边你看啊 他是三边形 然后他有多少个三角形 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内角合会是等于180度 然后他在这一边就一个180度 然后在这一边四边形的时候呢 他在这一个我的n是4n是5n是6 然后n是7 还有下一面n是8 然后他在这一边他可以分成几个三角形 他可以变成一个三角形 一二两个三角形 然后这一个一二三三个三角形 这一个一二三四四个三角形 然后一二三四五五个三角形 然后这一边六个三角形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三角形 然后我有n个边我就有n-2个三角形 这一个是他的side 然后这个是number of triangle n-2个三角形 然后他的度数会变成多少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他就有两个180度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三角形加起来是180度 然后这个三角形加起来也是180度 所以他在这一边他有两个180度 然后两个其实是4-2x180 ok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360度 然后这个呢他是三个180度 然后三个其实是什么呢 是5-2个180度 ok 5-2个180度的情况之下呢 他这个是5-3x180 然后过后呢 这个是4x180 然后4其实是6-2x180 然后他这个是720度 然后接着呢 这个是5个180度 5个是7-2x180 所以他这个是9-3x180 所以他这个是900度 然后下面的这个 那是6个180度 然后他是8-2x180 ok 所以他是1080度 然后他是m-2x180 这个是他的sum of interior angle 好 好 来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有sum of interior angle 然后接着的情况 我们在这一边是这样 ok 然后 这一个 value of interior angle value of interior angle 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直接是 这一个360度 除4 360度 除4 90度 然后 这个是540度 除5 72度 然后 这个是720度 有没有 除6 这个是108 不是7 72 我写错了 108 然后 这个是120度 然后 7边形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900度 除7 我在这一边 900 除7 128 我拿到的是128 ok 我们 有学生问我 哎 老师为什么是小数点呢 然后我就讲 为什么不是小数点 ok 因为他没有规定你一定是要整数 ok 只是我们在10边形里面 就只有7边形是有小数了啦 然后 这个是1080度 除8 所以我在这一边 1080 除8 135 所以 它 这个 它的 interior angle 会是等于 n-2 x108 除n 所以 它这个是 n-2 x108 除n 然后 我的 exterior 会是等于 360度 除n 所以 360度 除8 然后 45度 然后很好玩的一样东西就是我的135加45 它会等于180度 ok 我们 indedial angle加xd angle会是等于180 然后 我的这一个360度 除7 所以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 就 360 除7 我拿到的就会是等于这样 51点多 然后 这两个加上来的时候 它会变成180 不明显 所以我不要做 所以我的这一个360度除6 60度 120 加60 百八 然后360度 除5 72度 加起来百八 360度 除4 然后 它也是90度 然后90加90百八 360度 除3 百二 百八 除3 60 60加上来 你看 加上来等于百八 然后加上来等于百八 ok 所以我们这一些加上来等于百八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呢 它就让你看到我的N-2 成百八是这样来的 然后再除N 所以360度 除N 所以这一刻我们计算题目呢 就只有这四个formula 还有下面的啦 这个变化 两大两小 一变化就是这样 好 接着再来这一边 它要find the number of side so 我的N呢 就360度 除以 exterior angle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一边 我的 exterior angle呢 它会是等于360度 除于N 然后我把这个搬上去 这个搬下来 所以N等于360度 除以 exterior angle so 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告诉我 它sum of interior angle 是1080 这样我的N-2成百八等于1080 然后 我就把我的这一个 呃 这一个它有两种做法啦 第一种做法是 你把百八除下去了 再把-2把下来 ok 另一种做法呢 就是你的N-2成百八 等于1080 然后 你把它这个沉进去 所以它是180N-360等于1080 所以我那个180N等于 这一个1080加360的时候 它会变成1440 所以我的这一个什么 1080加360 所以它是1440 然后再除百八 它就会变成了八 N等于八 ok 然后在这一边 它是N-2成百八 是1260 所以我的这一个 我觉得这样跟它沉进去 比较容易啦 180N-360 等于1260 所以我的180N等于1260加360 所以1260加360 然后我拿到的是1620 1620 所以的N等于1620除百八 然后我在这一边除百八 然后我拿到的是9 所以N等于9 然后sum of interior angle 就N-2成百八 会是等于900 另一种做法呢 就是我直接百八除下去 所以我的N-2等于900除百八 所以我在这一边900除百八 900除百八 900除百八 我拿到的是5 所以我的N-2等于5 N等于5加2等于7 2 所以2个做法呢 所以两个做法都可以拿到答案 然后另外一个做法是N-2 乘百八 等于900 然后 这个是2 的mitted 2 然后我就有百八N-360 等于900 然后我的百八N等于900加这个1260 所以我的N等于1260除百八 所以我在这一边12601260除百八 然后拿到是7 所以我的N等于7 跟这个N等于7是一样的 好来 接着再来这一边 它说它的Actorio Angle是45度 所以我们的N呢 这个Actorio Angle N等于360度 除以它的Actorio Angle 所以它360度除以72度 所以拿到是5 N等于360度除以45 然后拿到是8 N等于360度除以60 然后拿到剩6 OK 好 接着我们再去下一页 这一边 OK 这一个呢 它要你找它的Number of Sign for incomplete Regular Polygon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属于那个Polygon的Intelio Angle 这个是Regular Polygon 然后这个是它的Actorio Angle So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我都是用360度除以Actorio Angle 来找它的N 所以360度除以72 然后拿到是5 So这个是45度嘛 So这个是它的Actorio Angle 这个是它的Actorio Angle 所以我的N等于360度除以45 然后拿到是8 OK 然后再来的下面这一边 这个它给我Intelio Angle 然后我们也是同样的拉长出去 把它变成Actorio Angle 所以这一个的Actorio Angle是60度 所以我的360除以60 所以N等于360除60 所以它是6个边 然后这一个是150度 所以我把这个拉长的时候 所以我把这个拉长的时候 它这一边是30度 所以我的N呢 所以这个是它的Actorio Angle 360度除以30度 所以它答案是12 OK 好来 在这一边 呃作业呢 它就已经把这一刻的两个大Concept 两个小说Concept 还有一个变化的简单题目给你们看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全部参在一起的练习 OK 在这一边 它是一个Regular Polygon PQRSTU 123456 六边形 Find the value of XY 我的X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它的Intel Angle 所以它是6-2 乘百八 除6 OK 所以它就6-2乘百八 其实是4乘百八了 然后再除6 答案是百二 所以X是百二 然后我要找这个Y的时候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的这个Regular Polygon的时候 它的这个Y这一边呢 它其实是我这整个完整的百二度 分成1 2 3 4 四分 Y是其中一分 所以我的Y呢 就直接是120度 除4 然后它变成30度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120度 这个是30度 OK 它有 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啦 但是我这一种做法呢 是比较容易的一种方法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是一个Heptagen 七边形 所以Heptagen的话是七边形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 什么PQRST 有1234567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要你找X跟Y OK So我的Y的话呢 是XtD angle 直接360度 除7 所以我在这一边 360除7的话呢 我拿到的是 这样 51点多度 然后我的interior angle 会是等于7-2x108 除7 所以是5x108除7 所以我在这一边 5x108除7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 这个128.57度 5x108 然后我的这一个x的部分呢 我就可以心里想 我把它分成 这样 它就12345 5个部分 所以我的X呢 会是等于128.57度 除以5 所以我刚刚的这一个除5 我拿到的就会是25.71 所以我的X是25.71度 好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StrategyPT3 OK StrategyPT3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一个 Polygon 然后它叫你找Value of R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1234567 7个边 OK 它不是直线来的啊 它是7种个边 8个边 所以我就有8-2x108 就6x108 1080 OK 这个是它的那个 Sum of interior angle 里面加上来 会是等于1080 然后我的R 这个这个是75度 OK 我们的这个用百八减105度 所以它会变成75度 所以它会变成75度 我要找这一个 你提亮一个 就是要里面的全部加上来 所以我的R 加115加115加75加215加122加88加177加73会是等于1080 OK 1080-865 所以我在这一边1080-865 所以它拿到的是215度 所以它答案是215度 所以它答案是215度 215度 215度 好就是这样 来 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要我们找M 我们要知道M是外角来的 它要找K加M加M 所以这一些都是外角来的 我把这一个延长出去 把它变成外角 所以这一边是75度 所以我的K加M加M加75度加70度会是等于360度 OK 就是说我的K加M加M加75度加70度会是等于360度 因为我们知道外角全部加起来会是360度 所以360度减75再减70 所以我在这一边就360减75减70 所以我拿到的是215度 215度 好就是这样215度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8M是外角 9M是外角 4M是外角 66是外角 可是138是那一角 这一边外角是42 OK 它用180度减138度 它还是42度 OK 180减132 它就会变成了48 138不是132 138 然后它变成42度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4M加9M加9M加8M加42度加66度等于360度 所以这个是21M等于360度减42度再减66度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有360减42减66 然后拿到是252 252度 所以我的M呢会是等于252除21 所以我在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除21 然后12 所以我的M等于12 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Diagram on the right show a regular hexagon Rs 然后EFGH OK 这个是6边形 所以我的M等于6 它说PES跟QHR是直线 OK 然后它要你找XY的那个Value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也会是Y 因为它每一个边的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Y呢会是等于那个6边形 6减2乘百八除六 所以它是4乘百八除六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120度 这一个等于120度 所以Y是120度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X 你看啊 我这一边这样整个 这样来看 它是一个四边形 OK 它是一个四边形 In 那个PQRS 它是四边形 我的X加 百二再加百二再加72度 会是等于360度 所以我的X就直接是360度 减百二再减百二再减百二再减72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48度 所以我的X是48度 OK 然后接着这一边 它说EFV EFV是一条直线 然后EDW也是一条直线 它叫你找出XY的Value Y比较容易 65度对面是65度 所以这个是65度 所以Y呢 直接是180度 三角形内角是180度 减65减32 所以我在这一边 180-65-32 我拿到的是83度 然后接着我要找这一个X的时候呢 我在这一边 我其实我把它zoom进去看会比较清楚 所以我刚刚这个65对面是65 这一边是130度 百八减50 130度 这一个是103度 百八减77 103度 然后我这一边 12345 所以五边 五个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in这一个 D E F G H 我的sum of interior angle 会是等于5减2 乘百八 3乘百八 540 然后就是说 我的x加 百三度 x加百三度 加百七度 加65度 再加103度 会是等于540度 所以我x加 这一边 这个百三 加百七 加65 加103 这一个是468 468度 等于540度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540-468 540-468 所以它是72度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72度 OK 好 Y是83 X是72 好 来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边 它是一个square square的话呢四边都是90度 Regular pentagon Find the value of x OK 所以这一题呢它有两种做法 比较简单的做法是extérieur angle 所以我的x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extérieur angle是90度 讲哪到90度呢 它是用360度除4 等于90度 这一边呢是360度除5 它是五边形嘛 m等于5嘛 72度 所以我的x呢就会是90度加72度 所以它会变成162度 OK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 OK 另一种做法是怎样呢 另一种做法是 我刚刚知道这个是90度 这一边呢 它是 呃 5-2 乘百八 然后除5 它是108度 OK 我在这一边 3乘 3乘百八 除5 108度 所以它这一边是108度 然后我的 呃 x呢 就会是整个是360度啊 整个是360度 减掉90度 再减掉108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 360-90-108 然后162度 OK 所以它的答案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用XDA angle的方法会比较容易啦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Diagram on the right show a regular decagon Decagon就是10边形 这个是n等于10 然后Incomplete regular polygon 然后Incomplete regular polygon Incomplete regular polygon Find the number of side of the incomplete polygon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的Decagon的时候呢 它的这一个56 这样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这样 我把我这一条线延长出去 然后这样的这个外角呢 就会是等于360度除10 等于36度 所以这个的外角是36度 然后在它旁边呢 这个的外角会是等于多少 就是56度减36度 它是20度 这一个是属于AXDA angle来的 OK 所以我们要找N的时候呢 它是用360度除以AXDA angle 所以我的360度除以那个20度 然后它就会变成18个边 好就是这样 这一个是第一种方法咯 第二种方法是这样 哎 我这一个我就用 呃 什么 Interior angle 会是等于10-2x108 然后除10 OK 所以它会变成144度 这一边 它是8x108 然后再除10 然后它是144度 所以这边是144 然后这一边呢 它的内角是什么呢 它的那个Interior angle for这个是Decagon 这个是Incomplete Polygon 它是360度-144度 再减掉56度 56度这一边嘛 所以我在这一边 360-144-56 空缆是160度 所以它的那个Axterior angle 会是等于180度-160度 所以它会变成了20度 所以它会变成了20度 所以我的N等于360度 除Axterior angle 18 这样就比较麻烦咯 嗯 但是都可以拿到答案都是18个边啦 就是这样 好在这一边呢 我就把这一个 呃 什么 就把这一个 的 前面的部分 讲完了 4.2的讲完了 然后总复习题的我另外再录 这一边 这一边 就像是 就像是 也不像是 或者是 一边 这一边